台积电遭美工会批评 这国比美国还难搞 台积电赴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遇到不小挑战 日前更遭到当地工会批评 将量产时间延期一年的原因 归咎于当地有经验的劳动力不足 是为了引起低廉外籍劳工的借口 财经专家提醒 台积电未来若要到德国设厂 应该争取更多的经费 因为德国的工会相当强硬 会遇到跟美国厂一样的问题 台积电积极布局海外 除了在美国与日本设立新厂之外 预计将赴德国设厂 董事长刘德英也在6月的股东会上表示 持续与德国政府讨论补助金额 希望不要设下条件 此举显示 官方虽然尚未宣布赴德国设厂及相关细节 但似乎已经有雏形出现 然而在美国厂遭遇诸多挑战之际 台积电或许可以好好想一想 之后到德国厂是不是要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恐怕会面临跟美国厂一样的状况 且德国的工会相当强硬 要做更多准备 事实上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就提醒 美国要发展晶圆制造在地化 不可能会成功 因为生产成本高 且供应链不完整 张忠谋也透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想法 如果半夜设备出问题 值班的台湾工程师马上就能处理 但美国可能要等到隔天早上才会处理 一来一往就出现落差